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SK4集听力一共是分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判断证物 我们将会听到一小段话 然后判断这小段话的对错 答题方法是我们在听之前先要看一下给出的句子 找出它的关键词语 然后带着关键词语一起来听一下这段对话 第二段对话呢 第二部分呢是选出正确的答案 我们会听到两句对话 然后选择正确的答案 在听之前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答案中的四个选项 然后呢带着四个选项一起来听一下对话 选择出正确的答案 第三部分呢是听较长的对话和短文 然后选择正确的答案 这一部分我们在听之前呢 先要看一下答案中的四个选项 然后呢根据四个选项来回答一下问题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到十题 判断正误 第二部分是十一到二十五题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好我们一起来跟着老师一起来用我们的方法做一下这部分真题 第一个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我们会找出这句话的关键词语是啊 去银行 那么我们一起 带着关键词语来听一下这段对话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嗯 我们听到了关键词语 陪我去一趟银行 所以呢 这道题的选项是啊 正确的 他下午去银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 他喜欢看电视啊 广告 关键词语 广告浪费时间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好 我们可以听到广告太多了 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 我很少看电视 那这句话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是啊 错误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听力第一部分的答题技巧和方法 首先我们要先看给出的这句话 然后呢 找到关键词语 你掌握了吗 你学会了吗 好 我们一起来做更多的练习 帮助大家去学习 去掌握这部分技巧 看一下这句话 是错误的 那么好 那么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 两点以后人会比较少 关键词语是啊 两点以后人少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句话 那场比赛 他输了 关键词语是啊 比赛 输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他说 因为压力太大 他想过放弃这次比赛 是母亲一直鼓励他 让他重获信心 并最终赢得了比赛 那场比赛 他输了 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嗯 嗯 我们听到赢得了比赛 所以他的答案是 错误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题 两点以后人会比较少 我们的关键 我们的关键词语是啊 两点以后人少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部分 二 小姐 您前面大约还有二十个人在排队 要是您不着急的话 可以两点以后再过来 那时人会少很多 两点以后人会比较少 我们听到了 两点以后过来 人少 所以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电梯 电梯检查不合格 关键词语是啊 嗯 电梯不合格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三题 三 今天 今天我们去了 邮局对面那个小区 对那儿所有的电梯 都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果 完全符合安全标准 电梯检查不合格 这道题我们听到符合安全标准 所以它的答案是错误的 它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你答对了吗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他俩性格差不多 关键词语是啊 性格差不多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四 他们两姐妹虽然出生时间只差几分钟 但性格却完全相反 姐姐很害羞 不太爱说话 而妹妹很幽默 喜欢讲笑话 他俩性格差不多 好 这部分我们听到性格相反 所以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看一下原文 他们俩姐妹虽然出生时间只差几分钟 但性格却完全相反 和我们的关键词差不多 意思不一样 那它的答案就是错误的 大家明白了吗 是不是不难啊 我们看一下第五个 他建议 他建议两人多交流 这部分的关键词语是什么 嗯 多交流 我们来听一下 五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主要是缺少交流 如果平时你们多聊聊天 互相多一些了解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了 他建议两人多交流 我们听到了 缺少交流 多聊聊天 那么这个题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 我们看一下原文 你们两个主要是缺少交流 如果平时你们多聊聊天 而互相多一些了解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了 缺少交流 多聊聊天 那建议两个人多交流 是啊 正确的 看一下第六题 父母反对弟弟出国 关键词语是啊 父母反对出国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六 弟弟这学期就大四了 他申请了出国留学 想毕业后去国外读国际法 父母都很尊重他的决定 父母反对弟弟出国 非常好 我们听到父母尊重弟弟 那这个题的答案是错误的 弟弟申请了出国留学 想毕业后去国外读国际法 父母都很尊重他的决定 是支持他出国 所以这个题 父母反对弟弟出国 是错误的 我们看一下第七题 儿童不吃早餐会影响学习 关键语是什么 关键语是会影响学习 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七 研究发现 不吃早餐容易使孩子变笨 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吃早餐 而且要让他们吃好 儿童不吃早餐会影响学习 我们听到影响学习成绩 所以呢 这个题的答案是正确的 做对了吗 看一下原文 听力原文 研究发现不吃早餐 容易使孩子变笨 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吃早餐 而且要让他们吃好 影响学习成绩 所以儿童不吃早餐会影响学习 是正确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第八题 她是警察 关键词语是警察 对不对 我们带着这个关键词语 一起来听一下课文 八 当时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因为当人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做警察的 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她是警察 嗯 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 在听的时候 我们听到 做警察的 所以啊 她是警察 是正确的 看一下原文 当时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因为当人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做警察的 那家店我常陪女朋友去逛 她说里面的衣服 虽然样子看着比较简单 但穿上后效果却不错 而且价格也便宜 每次去逛 她都能买到满意的衣服 那家店的衣服不贵 我们听到了关键词语 价格也便宜 那价格也便宜的意思就是啊 不贵 答案是正确的 你做对了吗 我们看一下原文 那家店我常陪女朋友去逛 她说里面的衣服 虽然样子看着比较简单 但穿上后效果却不错 而且价格也便宜 每次去逛 她都能买到满意的衣服 所以这个题的答案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第十题 今年旅馆生夜比去年好 关键词语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 嗯 非常好 关键词语是今年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带着关键词语 听一下第十题 十 由于天气原因 今年我们这儿的游客数量 比去年减少了四分之三 去年这个时候 旅馆每天都住得满满的 可今年大部分房间都空着 今年旅馆生意比去年好 好 我们这部分呢 可以听到 今年房间都空着 那她的生意不好 对不对 所以呢 第十题的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听力的原文 由于天气原因 今年我们这儿的游客数量 比去年减少了四分之三 去年这个时候 旅馆每天都住得满满的 可今年大部分房间都空着 所以啊 这个题的答案是错误的 听力第一部分的答题技巧 大家掌握了吗 学会了吗 现在呢 请大家拿出一张纸来 然后我们将第一题到第十题 完整的听一遍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她说 因为压力太大 她想过放弃这次比赛 是母亲一直鼓励她 让她重获信心 并最终赢得了比赛 那场比赛 她输了 二 小姐 您前面大约还有二十个人在排队 要是您不着急的话 可以两点以后再过来 那时人会少很多 两点以后人会比较少 三 今天我们去了邮局对面那个小区 对那儿所有的电梯都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果完全符合安全标准 电梯检查 电梯检查不合格 四 她们俩 她们两姐妹虽然出生时间只差几分钟 但性格却完全相反 姐姐很害羞 不太爱说话 而妹妹很幽默 喜欢讲笑话 她俩性格差不多 五 你们两个主要是缺少交流 如果平时你们多聊聊天 互相多一些了解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了 她建议两人多交流 六 弟弟这学期就大四了 他申请了出国留学 想毕业后去国外读国际法 父母都很尊重他的决定 父母反对弟弟出国 七 研究发现 不吃早餐容易使孩子变笨 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吃早餐 而且要让他们吃好 儿童不吃早餐会影响学习 八 当时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因为当人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做警察的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他是警察 九 那家店我常陪女朋友去逛 他说里面的衣服虽然样子看着比较简单 但穿上后效果却不错 而且价格也便宜 每次去逛 他都能买到满意的衣服 那家店的衣服 那家店的衣服不贵 十 由于天气原因 今年我们这儿的游客数量 比去年减少了四分之三 去年这个时候 旅馆每天都住得满满的 可今年大部分房间都空着 今年旅馆生意比去年好 OK 好 第一部分听力部分 大家都掌握了吗 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走进第二部分 第十一到二十五题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这部分呢 我们会听到一个小的对话 然后呢 从A B C D 四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的答案 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 A B C D 四个选项 然后呢 带着这四个选项去听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 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嗯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选项 去机场 快到了 油是满的 有加油站 都与交通工具有关系 那么我们听到了 有加油站吗 有 所以答案是 有加油站 第四个是正确的 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A B C D 四个选项 与什么有关系 然后呢 带着这四个选项 去听这个小的对话 找到和选项相关的答案 看一下十一题 很瘦 有礼貌 很安静 有些懒 我们想一下 这些词 与什么有关系呢 非常好 这些词啊 是啊 跟人 有关系 那我们一起来 带着四个选项 听一下 十一题 十一 我今天看见 王大夫的孙女了 胖胖的 真可爱 是啊 我也见过一回 大孩子还特别懂礼貌 女的觉得 王大夫的孙女怎么样 我们听到了 懂礼貌 那么答案是 第二个 有礼貌 一起来看一下 听力的原文 我今天看见 王大夫的孙女了 胖胖的 很可爱 是啊 我也见过一回 那孩子还特别 懂礼貌 当我们听到 懂礼貌的时候 就知道 答案B是 正确的选项了 大家明白了吗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 十二题 A 厕所 B 超市 C 售票处 D 公园门口 ABCD 与什么 有关系呢 嗯 ABCD啊 是啊 确定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十二题 十二 喂 我到森林公园门口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买票呢 你在入口处 稍微等我会儿 男的 男的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好 我们听到了 买票呢 那买票最可能在哪里呢 是啊 售票处 所以 所以答案 所以答案C 是正确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听力的原文 喂 我到森林公园门口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买票呢 你在入口处 稍微等我会儿 男的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买票呢 一定是啊 售票处 好 我们看一下第十三题 A 没看懂 B 没错误 C 书太厚 D 来不及看 这与什么有关系呢 跟书有关系 对吗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十三 这篇文章 你仔细看过了 对 都看了好几遍了 没发现什么问题 女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嗯 我们看到了 没发现问题 那么这个答案是 没错误 对不对 是 第二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听力的原文 这篇文章 你仔细看过了吗 对 都看了好几遍 没发现什么问题 女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没发现什么问题 那么就是 没错误 我们看一下十四题 这四个选项 与什么有关系 跟亲属有关系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十四 儿子下午要参加一场招聘会 有点远 你开车送他吧 我中午要送爸爸去火车站 来得及吗 男的要送谁去火车站 我们听到了送爸爸去火车站 所以呢 是父亲 答案是第四个 看下原文 我中午要送爸爸去火车站 答案是第四个 明白了吗 我们看一下十五题 迟到了 肚子难受 出发太早 路上堵车了 这四个选项 是判断一个情况 对吗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是什么情况 小李竟然还没到 他可是从来不迟到啊 我也正奇怪呢 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 小李怎么了 嗯 我们听到还没到 从来不迟到 那他怎么了呢 迟到了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A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文 小李竟然还没到 他可是从来都不迟到啊 我也正奇怪呢 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 小李怎么了 这道题呢 我们分析了一下选项 是一个判断情况 听到了还没到 从来不迟到 可以推出来 他迟到了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十六题 下楼 去厨房 扔垃圾 买好吃的 这四个选项呢 是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十六 这儿周围有垃圾桶吗 我去把饼干盒子扔了 前面往右转 楼梯旁边就有一个 女的接下来最可能去做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 听到了 有垃圾桶吗 那他是去扔垃圾 答案是C 看一下原文 这儿周围有垃圾桶吗 嗯 是去扔垃圾 看一下十七题 照片数量 传真号码 公司地址 聚会地点 这四个呢 是确定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十七 把你公司的详细地址发给我吧 我下午就把照片给你寄过去 好的 麻烦你了 男的希望女的告诉他什么 嗯 我们听到了 公司地址发给我 那么他是确定什么呢 公司的地址 答案是C 看一下听力原文 把你公司详细地址发给我吧 我下午就把照片给你寄过去 你答对了吗 我们一起看一下十八题 A 值得买 B 容易脏 C 颜色深 D 客厅放不下 我们看一下 A B C D 四个选项 是跟家具有关系的 一起来听一下十八题 十八 这个白色的沙发怎么样 好看吧 确实好看 不过太容易脏了 还是看看别的吧 男的觉得这个沙发怎么样 我们听到说太容易脏了 所以呢 应该是第二个选项 容易脏 看一下原文 这个白色的沙发怎么样 好看吧 确实好看 不过太容易脏了 答案应该是第二个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十九题 多吃水果 不要浪费 别喝果汁 去买饮料 这四个呢 跟水果果汁有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十九 妈 我快渴死了 家里还有果汁吗 你喝矿泉水吧 果汁是甜的 越喝越渴 女的让男的怎么做 好 我们听到了 他说 果汁越喝越渴 所以呢 是啊 别喝果汁 答案是 C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文 你喝矿泉水吧 果汁是甜的 越喝越渴 看下二十题 记者 翻译 导游 售货员 这四个选项呢 是啊 确定身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二十题 二十 马上就放暑假了 你有什么计划 我打算去我叔叔的公司 帮忙做一些翻译工作 帮忙做些翻译工作 男的暑假打算干什么工作 好 我们听到翻译工作 那么 那么答案是 第二个 翻译 看一下原文 马上就放暑假了 你有什么计划 我打算去我叔叔的公司 帮忙做些翻译工作 所以答案是 第二个 看一下二十一题 宾馆 商店 电影院 动物园 它是 确定一个 地点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二十一题 二十一 你好 我刚才在座位上 发现了一个帽子 谢谢 应该是观众丢的 经常有人看完电影后 把东西忘在这 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 嗯 我们听到看完电影 那么它应该发生在 电影院 所以答案是 C 我们看一下原文 你好 我应该在座位上 发现一个帽子 谢谢 应该是观众丢的 经常有人看完电影 后把东西忘在这 看完电影 应该是电影院 好 看一下二十二题 先洗碗 放些糖 把火关小 加点盐 这四个呢 是跟厨房 做饭有关系 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二十二 你尝一下鱼汤 看会不会咸了 我刚才喝了 我刚才喝了一口 没什么味道 再加一小勺盐吧 男的建议怎么做 嗯 我们听到了 我们听到了 加一小勺盐 所以答案应该是 第四个 加点盐 我们看一下原文 你尝一下鱼汤 看会不会咸了 我刚才喝了一口 没什么味道 再加一小勺盐吧 所以应该是 第四个 我们一起看一下 二十三题 A B C D 大家想一下 A B C D 和什么有关系呢 左边向阳 树生病了 右边缺水 右边有污染 嗯 非常好 是跟树有关系 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二十三题 二十三 这棵树左边的叶子 怎么比右边的多那么多 因为左边向着太阳呢 道道的阳光更多 为什么左边的叶子更多 我们听到了 左边向着太阳 所以答案是 A 左边向阳 我们看一下 听力的原文 这棵树 这棵树左边的叶子 怎么比右边的多那么多 因为左边向着太阳呢 照到的阳光更多 所以是A 看一下二十四题 想爬山 没空 去海洋馆 想陪女儿 这四个选项 与什么有关系呢 嗯 是宿野 做一件事情有关系 对不对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二十四题 二十四 女儿一直想去骑马 正好这周日是她生日 我们带她去吧 行 咱俩最近太忙了 都没好好陪她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嗯 我们听到了 行 没好好陪她 所以答案是 第四个 想陪女儿 我们看下第五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文 女儿一直想去骑马 正好这周日是她生日 我们带她去吧 行 咱俩最近太忙了 都没好好陪她 答案是 第四个 陪女儿 我们看一下第五个 赚钱多 比较轻松 想换个环境 能锻炼能力 这四个选项 是跟工作有关的事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二十五 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 但比较轻松 而且离家近 方便我照顾孩子 女的为什么选择那份工作 我们可以听到 这份工作比较轻松 所以呢 答案是 第二个 比较轻松 一起来看一下原文 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 但比较轻松 而且离家近 方便我照顾孩子 那么答案是 第二个 你答对了吗 嗯 这部分呢 是听力的第二部分 我们会听一小段对话 然后呢 从A B C D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老师讲的答题技巧就是啊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A B C D 四个选项 与什么有关系 然后呢 带着他来听课文 找出正确的答案 第二部分啊 比第一部分要复杂一些 首先呢 我们要看四个选项 确定一个主题 它是跟人有关系 亲属性格 还是跟地点事情有关系 我们确定了主题以后呢 一起来听一下对话 有一些对话呢 有一些答案 它是直接是和主题相同 或者是相近的词语 这样呢 就比较容易选择 我们听的时候 便可以直接的选到了答案 但是有一些呢 是听不到相同的词语 那我们要理解一下意思 然后确定答案 还有一些呢 我们要自己辨一下 比如说向着太阳 那就是向阳的意思 大家掌握了吗 好 现在呢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听力的第二部分 十一 我今天看见王大夫的孙女了 胖胖的 真可爱 是啊 我也见过一回 那孩子还特别懂礼貌 女的觉得 王大夫的孙女怎么样 十二 喂 我到森林公园门口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买票呢 你在入口处 稍微等我会儿 男的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十三 这篇文章 你仔细看过啦 对 都看了好几遍了 没发现什么问题 女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十四 儿子下午要参加一场招聘会 有点远 你开车送他吧 我中午要送爸爸去火车站 来得及吗 男的要送谁去火车站 十五 小李竟然还没到 他可是从来不迟到啊 我也正奇怪呢 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 小李怎么了 小李怎么了 十九 这儿周围有垃圾桶吗 我去把饼干盒子扔了 前面往右转 楼梯旁边就有一个 女的接下来最可能去做什么 十七 把你公司的详细地址发给我吧 我下午就把照片给你寄过去 好的 麻烦你了 男的希望女的告诉他什么 十八 十八 这个白色的沙发怎么样 好看吧 确实好看 不过太容易当了 还是看看别的吧 男的觉得这个沙发怎么样 十九 十九 女的让男的怎么做 二十 马上就放暑假了 马上就放暑假了 你有什么计划 我打算去我叔叔的公司 帮忙做些翻译工作 男的暑假打算干什么工作 二十一 你好 我刚才在座位上发现了一个帽子 谢谢 应该是观众丢的 经常有人看完电影后 把东西忘在这儿 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儿 二十二 你尝一下鱼汤 看会不会咸了 我刚才喝了一口 没什么味道 再加一小勺盐吧 男的建议怎么做 二十三 这棵树左边的叶子怎么比右边的多那么多 因为左边向着太阳呢 照到的阳光更多 为什么左边的叶子更多 二十四 女儿一直想去骑马 正好这周日是他生日 我们带他去吧 行 咱俩最近太忙了 都没好好陪他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二十五 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 但比较轻松 而且离家近 方便我照顾孩子 女的为什么选择那份工作 好 大家好,老师把答案已经给大家了,大家自己来对一下答案 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答题技巧,是不是学习回答这部分问题很简单了呢?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听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呢,我们会听到一段话,然后来判断一下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答题方法呢,是啊,我们要找到这句话的关键词语 然后带着关键词语去听一下这个对话 最后呢,判断正确还是错误的 听力的第二部分呢,你会听到一个短的对话 我们会看到A,B,C,D四个选项 我们要做的呢,是判断一下这四个选项是什么主题 是人物还是事情还是地方 然后呢,带着这四个选项带着这个主题呢 去听一下听力的短文 最后呢,判断一下正确还是错误的 有的问题呢,我们是可以听到相同的词汇 马上就会找到正确答案 有的呢,是意思相同 需要我们去理解一下 有的是需要我们去转换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听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答题技巧 大家掌握了吗?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